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一说到癌症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恶性肿瘤 但是有一种癌症 被医生称为是温和的癌症 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下来看一个短片 小萌今年33岁 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位产品经理 作为团队核心 他不仅要全面把控产品质量 对业绩表现负责 还得协调好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 做好团队建设 工作压力一直很大 小萌从小就喜欢唱歌 一直想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所以工作之余 他经常辗软于各大艺术展 音乐演出 时常在深夜创作录制歌曲 有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繁忙的工作 让小萌在追梦的路上 有点力不从心 身心疲惫 加上常年挑战高难度的歌曲 他经常感觉喉咙不舒服 声带也很疲劳 喉咙平时就会有灼烧的感觉 一直都有 24小时其实它都是存在的 就是唱歌的时候 会灼烧的更厉害一点 当时就觉得是慢性咽咽 因为我四年前得过一场慢性咽咽 就导致最后就是严重到失声 然后后面我也没有去处理它 回来之后声音就变得有点受损的感觉 起初小萌以为是慢性咽咽复发 就自行服用了治疗咽咽的药物 但是症状并没有缓解 而且他感觉喉咙的灼烧感 越来越严重 总想喝水 甚至连声乐练习都受到了影响 那个气息再主动一点点 有点气不可以吹过来 但是发不出声音 就有气无力的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里面有些障碍 去医院探测它 我们看一下到底里面的状况 是不是健康 我们才可以继续我们的好身面词 小萌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 最终的结果让她感到非常意外 自己竟然患上了甲状腺癌 那今天我们要把短片当中的 小萌和她的母亲魏阿姨 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感谢两位的到来 小萌刚刚我们通过短片 看到你最后是确诊为甲状腺癌 当你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挺意外的 特别意外 因为本来是去查慢性咽咽嘛 当时第一时间我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就觉得为什么居然是癌症 一个离我很远的概念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当时确诊的时候你多大年纪 32岁 去年 应该说是正直风华正茂的年纪 那究竟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小萌出现了甲状腺癌 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而且在医生的眼中 他被称为是温和的癌症 为什么这么称呼一种癌症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小萌的主治医师 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 房居高主任医师 我们欢迎房主任 您好 房主任 欢迎您 您好 介绍 房主任 一开始我们说 甲状腺癌 在我们医生的眼中呢 却被称为是温和的癌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甲状腺癌和其他的人体 大部分的癌症不太一样 95%以上的甲状腺癌 是分化型的 它那个细胞比较接近正常的 它的生长转移都比较缓慢 就是发展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温和的癌症 就是说它留给我们临床医生 治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并且治疗以后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被称为是温和的癌症 是的 但是反过头来说呢 会不会也有一些 其实恶性程度也是很高的 是 根据现在的统计 95%的甲状腺癌 是分化好的 我们叫分化型甲状腺癌 它是生长很缓慢 就像乌龟爬行似的 非细胞的分裂增殖的周期 也是很缓慢的 就是一个节节 慢慢变大的过程 会需要时间比较长 有的可能一两年 甚至于有的十几年 也有二十几年的这种病例 但是有一小部分 5%左右的 会是分化不好的 还有不到1% 就百分之零点几的 可能是未分化型的 未分化型的 就像我们失去 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 或者是脱缰的野马一样 它那个细胞 就会增值得比较快 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 比人体的癌亡 肝癌 胰腺癌 还要厉害 这种未分化癌的 一般从发现到去 是很少有超过半年的 大部分三到六个有 超过一年的 可能都不到10%的比例 天啊 所以这样讲起来 这个甲状腺癌 它是有极端性的 对 它刚好走了两个极端 是的 一方面是 恶性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留给医生治疗和发现的时间 是相对较长的 而另外一方面 恶性程度非常高 得上之后 可能生存率也是非常低的 对 医生看起来都会束手无策 就觉得对这种未分化的 我们一看就觉得 好像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时候 我自己都感觉到很紧张 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 甲状腺癌的朋友和同学 但是恰恰就在这三五年的时间当中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 她也得了甲状腺癌 还有另外一个是跟我一起 进台的时候的同学 她也得了甲状腺癌 所以我们就慢慢感觉到 似乎这个甲状腺癌 已经离我们的距离 是越来越近了 是的 那在医学上也观察到 有这样的一种变化吗 是的 甲状腺癌最近几年 根据我们国家 癌症监测网和美国的 癌症统计的数据 大概在全世界范围内 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每年以26.18%的速度在增加 其实已经达到了 十万个人里边 就会有14到15个人里边 得甲状腺癌 比例是相当高的 特别是在女性当中 在一些国家 比如韩国和日本 甲状腺癌已经到了 女性当中所有癌症的第一位 在中国也已经到了 女性所有癌症当中 仅次于乳腺癌的第二位 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我听完之后 都有点开始冒冷汗了 那我相信这个癌症的增长 肯定是和它的发病原因 密切相关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帮助大家来寻找一下 患上甲状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诱因 那我们先来看看 引发甲状腺癌的第一个诱因是什么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先来看看 引发甲状腺癌的第一个诱因是什么 这第一个诱因呢 跟我们下面的这个小小的心理测试有关系 那小萌 就根据真实的情况来给出你的答案 好不好 好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是 内心无论多悲伤 也不愿意表达出来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做事会不惜代价地追求完美与极致 是这样吗 小萌 好 第三个问题 常常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得不到实现 来看第四个问题 对很多事情的发展速度感觉到不耐烦 再来看第五题 闲下来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很难受 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测试 但是这个小小的心理测试 能够反映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结果 又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甲状腺癌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就是精神压力方面的问题 比如像有悲伤不愿意表达出来 还有比较追求完美和极致 或者是就闲不下来 每天24小时好像大脑都在思考 这其实不太符合 人体的正常的这个生理的状态 比如人生理的状态 它像我们白天和黑夜一样 白天太阳出来 晚上月亮出来要静下来 要回到休息的状态 就是说人体处于一种焦虑 起码是轻度焦虑 或者是压力的状态 明白了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 在问问题的时候 除了第四题 小萌回答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之外 其实另外的四个问题 都是肯定的 都是肯定的 对 是能够体现得比较明显一些的 小萌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工作 情感 家庭 方方面面 压力都不少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自己也有点难以承受 有这种感觉吗 肯定有的时候会有的 对 就是压力很大 很大 很大 我出来自己来北京 虽然天津那里北京也很近 他们始终很反对 我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持 然后当时我想 一切自信 你做什么事情他们不支持呢 就是辞职 我一开始在天津的一家国有企业里面 然后还算不错吧 就是相对某个角度来说算不错 然后我当时辞职 然后包括自己来北京啊 各种的 他们就会觉得 你这么晚了再这样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这样 就是后来就选择不怎么交流了 对 其实是一种被动的出逃吧 我感觉 就那个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你感觉就是父母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支持你 也会给你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吗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 从情感上或从理解上 这方面交流就很少 导致我 后来觉得 我自己欠缺的好多呀 我也是自己出来想探寻一下 提升自己一下 对吧 那魏阿姨有没有顾虑到当时小萌的选择和心情 有没有考虑到其实当时你们的态度 也在给小萌带来了一些新的压力 现在感觉到可能是有 当初不觉得 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上完学以后 大学毕业 安排一个挺安逸 又收益不错的单位 作为家长就很满足 对 能理解 对 可是我们当时光考虑我们自己的感受 就是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可是没想到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挺大的 他不特别喜欢 后来一直就要辞职 可是我就不理解 再三地做工作 就坚持了四五年 最后他还是不想干这份工作 后来我也考虑他的感受 虽然不情愿 还是支持他重新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现在才意识到那个时候 可能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有可能也会引发后续的一些不可想象的结论 就是强迫他接受家长对他的安排 反正这么多年以来都是 但是就包括大学选什么科目上什么 都是家长给他做的安排 对他就是考虑自己的爱好这方面 就是考虑的比较少 最后也还是支持他去自己上外面床当 我觉得这份父母心也是能够理解的 有很多父母也像您一样 房主任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 当我在问小萌说 你感觉到各方面带来压力了吗 他就说很大很大很大 连说了三个很大 可见得他日常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积压了很久了 这肯定多多少少就会影响到他的身体了吧 是不是 是的 那跟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甲状腺是长在人的猴节的下方 当然女性猴节不那么明显 就是猴头的下方 气管的两侧 像一个蝴蝶状的一个腺体形状 有点像古代武士的盔甲 所以也叫甲状腺 你比如我们如果是有压力 会导致我们甲状腺的分泌的增加 最简单的说吧 比如一个运动员要马上跑了 他大脑就会发出指令 甲状腺的分泌受大脑的脑垂体的调节 脑垂体就会分泌出一些物质来刺激甲状腺的分泌 增加体内的代谢 如果压力过大 这个脑垂体的分泌就会过多 导致我们甲状腺这个细胞 过度的分泌功能的加速马力 分泌的过多就需要细胞代谢的旺盛 需要细胞的增值 如果细胞增值一旦超出身体自控的这个范围 我们一想叫细胞自我调节的能力极限以后 它就会增生转化为癌细胞 会无限地不受节制地增生下去 所以这个可能很多都是 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痛病 比如说压力很大 来自于业务上的家庭上的情感上的多重的压力 都有可能会导致情绪难以自控 有的时候爆发出来还好 就怕压抑下来 压抑下来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甲状腺素的分泌 最终引发的就是甲状腺癌 是的 好 刚刚其实我们跟大家找到的呢 是引发甲状腺癌的第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跟情绪相关 而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这个是小萌提供给我们的 你跟大家说说这个图表明了什么 这个应该是在确诊病之前的一段我的睡眠记录 那个时候熬夜比较多一些 我们看上面那个曲线 是起床的一个时间 你五点多就要起床啊 小萌 有的时候会醒得早一些 然后早晨就先看一看手机 一些信息之类的 对 所以平均值差不多也都在六点钟这个水平线上 对 就是像刚才那个回答提问一样 很难静下来脑子 我可能自己就唤醒了 是啊 那再来看下面的这个曲线 这个是你入睡的时间 通常一到两点 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基本那个时候下班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再晚的一些就留给自己一些时间嘛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你都是一两点钟才睡 然后早上五六点钟就起了 对 那等同于你一天才睡四五个小时的觉 是的 那如果要是经常睡得晚还睡得少 这个也可以引发甲状腺癌吗 是的 这也是违反人体的这个自然作息规律的一个表现 正常的成人一般每天需要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一般最少也要六个半小时到七个小时睡眠 如果睡眠过少 体内的节律就会被打乱 人体白天处于兴奋状态下工作 甲状腺也处于分泌的兴奋状态 但是你总得让它休息一下吧 如果你晚上老是得不到修理 老是熬夜 它就要想办法再分化出更多的甲状腺细胞来 增加它的分泌功能 所以它也影响甲状腺的代谢 打个比方说 如果说这份活 它觉得十个人干不了了 就得再派上五十个帮手来 是的 这个对甲状腺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呢 那如果甲状腺的细胞 要变出更多的细胞来 就要让细胞分裂增殖 增殖在可控范围内 那可能形成增生 如果增殖一旦失去了控制 就像汽车失去刹车一样 那这种细胞就会变成 癌性的增生癌细胞了 那有没有相关的调查 正常入睡的人和经常晚睡的人相比较 患上甲状腺癌的几率 大概会多出多少来 其实在2013年时候 美国《流行病》杂志就有一个研究 他们对一组人做了11年的追踪 有一组是正常作息的 有一组是熬夜晚睡的 最后11年以后发现 熬夜的这一部分人 他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 要比不熬夜的这些人 高出44%的比例 那这也太吓人了 那是挺高的还是 对啊 刚刚其实看到小萌说 好像第一方面还是跟工作有关系 是不是睡得晚 对 那我就很想知道 就是什么工作 必须要后半夜一点钟才能干呢 那个工作没有完全到一点 也是自己留给自己的时间 不知不觉就到那个时候了 然后一天两天 21天形成了一个习惯 就一直这样子 我知道您平时是喜欢音乐创作的是吗 所以晚睡也是跟你欣赏音乐有关系吗 有关系 看视频啊 听音乐都有关系 看一看时间就过去了 是的 再一看终点 两点了 对 然后有时候又给自己看兴奋了 就更睡不着 你现在意识到晚睡 对于自己的身体有多大的破坏了吗 是的 太可怕了 以后母女俩相互监督好不好 比如说定个十点钟的闹表 互相提醒一下 该上床睡觉了 好 刚刚我们提到的呢 是引发假装腺癌的第二个高危因素 就是作息不规律 睡得晚睡得少 那第三个原因又和什么相关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就能够说明问题了 房主任您给大家揭示一下 第三个诱因是什么呢 这个图上都是女性 对吧 就说明假装腺癌 和性别有关 为什么和性别有关呢 是和体内的女性激素有关 我们女性体内有磁激素和孕激素 这些激素对于假装腺癌的发生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你比如孕激素 它和人体脑垂体分泌的 促假装腺素 那个结构特别相似 人体有数假装腺会把 孕激素这种带来的这种生物信号 会当成脑垂体发出来的这种信号 错误的认识给我一个指令 我假装腺细胞去增殖去分裂 理解了 所以女性的激素 也是促进假装腺细胞 增殖分裂的一个因素 那男性跟女性 这个发病的比率大概是多少呢 目前的统计大概是 三到四比一 五个假装腺癌里面 有三到四个是女性 一个是男性 那就您的临床观察来说 比如说女性在什么样一个年龄段 她发生假装腺癌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女性年龄段从三十岁以后 她的发病率到五十五岁之间 这个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时间 也正好是我们职场女性工作的年龄 那这个跟磁蕴激素的分泌有关系吗 有关系 这个高发的年龄段 你比如女性到五十五岁以后 她的体内的女性激素慢慢地就低了 代谢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这一方面可能和女性激素的 这个分泌的周期也是有关的 尤其是中青年职场女性 发病率真高的一个原因 对 所以其实小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你刚好是处在这个年龄段 本身事业上工作上你又追求完美 有很多的压力 你又不愿意与别人去分享去发泄 然后再加上有多重的 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压力 都施加在你的身上了 所以可能在这个年龄段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是到医院 做了检查才发现的是吧 是的 做了什么样的检查呢当时 就是我的那个声乐老师 他就觉得我发不出声音了 他说那你就去查一下嗓子吧 当时第一时间那个大夫 让我去做一下甲状性B超 B超的时候 B超医生就说你这个是一个 我说行 他也没有估计我的 可能现在发病率因为确实比较高 他就觉得我也能承受 就直接就告诉我了 通过B超确诊甲状腺癌是否存在吗 是的 甲状腺癌最简单一行 经济的检查方法就是超生 超生能对80%到90%的甲状腺结节 做出视来不视来这种 比较可靠的诊断 那如果要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有多少恶变的可能性呢 就是我说的30到55岁之间 如果是有甲状腺结节可能会有5%到10%的几率是恶性 年龄越小甲状腺结节恶性的占比越高 比如14岁以下的儿童要是发现甲状腺结节那可能会有30%左右的几率是恶性 天哪 那如果是良性和恶性在对比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吗 在B超上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在检查上也是有些特征 我们可以拿上道具 您帮助大家来分辨一下 好的 良性跟恶性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如果在一个正常甲状腺结节里有结节 这种结节可能像各种各样的模样 各种各样的大小 一般来讲呢 甲状腺良性结节主要表现为相对比较光滑 像这也可能像这乒乓球 就是圆溜溜的比较光滑 也可能像一个葡萄 也可能像一个小西红柿 在横子放的一个西红柿 表面光滑 表面很光滑 并且捏起来也不硬 医生检查起来 摸起来也想捏这个西红柿一样 一般的就是良性的结节 但是如果是在线体里 有一个结节长得像这个模样 歪歪扭扭的表面也不光滑 也不平 摸起来还比较硬硬的 这种大部分都是恶性的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医生 通过外形基本就能够做一个判断了 但是一般我们会拿到报告 然后报告上那些专业的术语 说实话我们都看不懂 越看会越紧张 那在影像上还有在那些字眼上 能够有明显的区别吗 它会从硬度和形状上会给你描述 其中硬度上来看 一般的硬的大部分是恶性的 软硬如果是在人体上来比较 比较形象的就在我们的五官上 比如我们的额头 在处枕上我们叫硬 比如鼻尖 鼻尖叫韧的 它是软骨 嘴唇就比较软的 用这三个部位的这个感觉 来形容甲状腺节节的 软 韧和硬 那如果像额头是 如果是像额头的 硬的 大部分都是恶性的 如果像鼻尖韧的 有一部分 有一小部分可能是恶性的 大部分是良性的 如果像嘴唇那么软的 基本上都是良性的 还有就是形状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形状不圆的 不光滑的 像生姜这种形状的 可能都是恶性的比较多 像左边这一个节节 你看像刚才我们拿起来 横平躺的一个小番茄 它边界非常的清晰 一个明确的椭圆形的轮廓 这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像这个白的上面 这一块有发暗的 你看它边界很不清楚 对吧 它看起来也不规则 里出外拐 中间还有斑斑点点的 这种比较亮的 这种斑斑点点高亮的 在超生上 就是我们甲状腺癌当中 钙化点 钙化点在超生上 是高回升 表现为亮的表现 这是不好的表现 这是不好的表现 良性的节节 一般都给你报告 边界清楚 回升均匀 血润在周边 内部血润不丰富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 通过这个臂超一眼 就能够看得出来 是良性是恶性的了 是的 还用再去做那个穿刺吗 我们对于很明显的 你比如恶性的 有五到六条的 指针是恶性的 有的可能基本上就肯定了 比较大的 有淋巴结转移的 可能不去再做穿刺 但是大部分 因为现在查体发现 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 比较早的 大部分我们还是主张 去做一个穿刺 来定性一下 因为超生准确率 虽然达到80% 或者是有经验的 达到90% 它毕竟不是100% 对于比较小的甲状腺癌 我们还是希望 穿刺一下 最后确诊 再去做手术 如果是没有确诊 确定不了 还可以观察一顿 等确诊了再处理 小萌当时做这个 穿刺的检查了吗 做了穿刺的 做了穿刺 做完穿刺之后 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结果 是甲状腺癌 对 其实咱们现在简单想一想 如果要是甲状腺癌上 长了这个肿瘤的话 那肯定第一时间 想去把它切掉 对 你内心能够接受吗 我当时想保住自己的声音 我一度地 到就是说 我说如果会影响声音 我永远不做这个手术 当时小萌找到我 他说我的声音跟生命一样重要 所以其实我也感到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因为我从一三十多年来 一直是做一个头颈外科医生 我们也经常做咽喉的手术 也做甲状腺的手术 所以对这块的喉的神经啊 肌肉啊 我们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觉得小萌 我还是愿意帮助他 实现他的理想和梦想 因为其实发生主要是 跟猴密切相关 猴的神经有关系 而甲状腺刚好 就是长在猴的两侧了 对对对 所以要想把它拿掉 又不碰到猴 不伤到猴 应该是非常难的 是不是 手术有一点难度的 好在我们和他一起努力 度过了这一关 并且当时他还说 经常去要带领团队这个 开会 对外形要求 也有一定的渴望吧 所以给他选择了一个 枪净甲状腺手术 博士没有 不是常规的手术方案 所以这就是小萌 入院之后的一个状态 还有这张照片呢 所以您看 这个所有的难题 都留给了您 还不能留疤 还得保住声音 还得彻底地把 甲状腺癌给切干净了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房主人 所以您看 这个所有的难题 都留给了您 还不能留疤 还得保住声音 还得彻底地把 甲状腺癌给切干净了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房主人 我们给小萌 采取了微窗 其实是从嘴唇里边 口腔前庭到甲状腺 是最近的一个距离 我们在嘴唇里边 切一个小口 把器械进去 把这个甲状腺 连同它周围的淋巴结 给切除掉 后边那个白的 是个神经 给它保护好 然后把这个切口再缝上 这样在人体 就不会有任何疤痕 并且口腔的黏膜 是不留疤痕的 过几个月以后 这种黏膜上的切口 就会一点都看不出来 所以就完全满足了 小萌对于这个手术的 所有要求 对 又要求保留神经 保护好神经 又要求没有疤痕 所以我们努力地 达到了它的要求 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医生 包括您的团队 也是记忆高超的 现在小萌已经做完手术 多长时间了 现在九个月了 九个月了 从你说话的声音 是完全听不出来 做过任何的手术的 是的 甚至连咽咽都听不出来 对 我当时下台 我还发了一个 我说声音跟上台之前 几乎没差 下台当时就感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也没有留任何的 外在的疤痕 是的 就是在嘴里边 那个地方有个小口 对 有个小口 现在都恢复了吧 恢复差不多了 吃饭 说话 受影响吗 下台我就吃面包了 很饿的 对 那现在还用服药吗 就是每天早晨 餐前吃一片那个优甲乐 只吃这一种药啊 目前是 那很棒啊 很不错啊 他没有介绍后续的一些 什么方化疗之类的 对 他这个是早期的 不需要点治疗 这些内方色的治疗 只需要吃这个甲状腺素 就抑制甲状腺的分泌功能 就是怕甲状腺细胞再增生 就是代替一下就行了 那如果要是其他的病人 在做完手术之后 正常情况还需要接受 什么样的一些治疗 除了服药之外 有一小部分中期的 和绝大部分晚期的 需要做点治疗 就是口服放晒性的点 点同位数叫点131 它是会产生一个 短的两厘米左右的 β色线 在体内对代谢它的甲状腺的 癌细胞起个杀灭作用 像这种早期的都不需要 早期的第一风险 复发的这种都不需要 所以不光是凝旧了小萌 其实他自己也帮了 他自己发现的早 他因为还是一个早期的 他发现的及时 发现的早 就不需要过多复杂的治疗 所以小萌经过这一次 事情之后 你感觉到自己的性格 包括自己对于人生的追求 有没有一些调整 很大 这半年的时间 我就更多的时间 是在冥想 然后就包括刚才说 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 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 就让我感觉 内心更充盈的 包括对于我自己 这个经历的分享 那现在比如说 遇到一些 不太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还会主动地 去跟别人去分享 去倾诉吗 可能有时候会提一句 但是自己内心 也没有这么在意了 对 以往其实那些压力 都是自己心里 给自己的一份压力 是 就是最近的一个朋友 说了一句 都说之前你的眼神 是犀利的 你最近变温柔了 我说是吗 对 向游新生 是 真的是心境转化了 就会体现在 我们的眼神 对 眼里行为里 特别感谢房主任 还有出现的很多人 那你现在人生的目标 和理想有改变吗 有 就是首先顺其自然 然后就是还是说 希望我能更多地 给别人一个正向的 一个影响吧 因为我觉得我挺过来了 别人也可以 因为有好多的朋友 就是他们以前 跟我一起迷茫的事情 我现在不迷茫了 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句话 一句关心就过来了 通过小萌发病 包括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是自己在忍受 自己在坚持 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内心有没有特别明显的触动 也有 有时候我也感觉 也许家长给的压力太大 再有沟通太少 最主要是 我感觉你们俩真的是 可能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太多交流的习惯 对 我家没有人说话 关键是交流的比较少 那其实如果作为妈妈 真的是意识到这份变化的话 应该主动地去敞开心扉 跟女儿去好好聊一聊 对 从我做起 好 那其实今天我们通过 这个小萌的例子呢 一方面是找到了很多 引起来甲状腺癌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呢 真的是从她的身上看到了 我们现在医生的这个医技 有多么的高超 包括整个的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 有多快速 是的 对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小萌 一直以来 是有自己的音乐理想的 那我觉得今天 我可以原你一次音乐梦的机会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来请小萌 为大家献歌一首 欢迎小萌 欢迎小萌 我和你都在寻找 还望春天的地铁 这里不是 我的世界 我等了一天 我等一夜 等开往春天的地铁 我不怕受任何代价 我只怕有天你不和我说 我只怕有天你不和我说 我只是以前对他们 order Roland 我也是亏 如果你对我的爸爸